由我來的解釋 各位朋友,你好 歡迎 sworn BC 教學 第一集 我是 Joseph 在這一集我們會談談 使itution of Rebell neck 打普 的一些地方的操作方法 包括如何在 Sibelius 裡面 建立一個新的樂寶 然后,我们会谈谈如何透过使用不同的声音符输入乐谱上的音符。 我们会用JS Park 的第一句作为我们的例子。 另外,我们会提到有两种不同的方法去聆听我们所输入的乐谱的效果。 好,在未开始之前提醒,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欢迎你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也可以关注我的Facebook专页和浏览我的网页。 多谢你对我的支持! 要在Sibelius 里面开一个新的乐谱,只需要按Cmd N 或Ctrl N。 然后,在Quick Start 的画面,我会选一个空白的乐谱。 然后,再按Change Instrument。 在这里,我们可以加我们所需要的乐器。 我就选了Piano,然后按Add to Score。 然后,按OK。 至于乐谱的其他的设定,包括它是什么拍子, 它是什么调调等等。 我们需要参考音乐本身的。 比如,一会儿这个例子,我们是用400指。 而调调就是G大调,即是一个声号。 并且它是由400指。 我们可以在Quick Start 的画面, 选择Times Signature 。 就是Common Time 。 然后,下面这个Take 。 就是要有一个Pick Up 的Beat 。 就选择四分音符。 因为第四部分开始。 然后,再到下面。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Metronal Mark。 这个会控制Tempo。 然后,再到下面就是关于调号。 我们就会选择Sharp 的调号, 并且选择一个Sharp,即是G大调。 再到下面就是输入歌名。 我们用去Corrall 003, 一会儿再改称歌名。 作曲交就是JS8。 输入好之后,我们就可以选择Create。 就完成这个开新乐谱的步骤。 出到这个Edit 画面的时候, 我们还有几样东西可以做的。 包括是否在乐谱上演示乐器名、 Bar number 等等的东西。 我们就可以去Appearance 的Tab。 然后,选择最左手边的Engraving Rules。 在左手边的表列, 我们选择Bar number。 然后在画面上, 我们选择No bar numbers。 因为我不想显示小节的数目。 另一个就是乐器名。 我们选择Instrument。 由于我不想显示任何名称, 我选择所有的名称。 选择好之后, 我们按OK, 就返回画面。 我们可以透过按着Command 或Ctrl 键, 和滚动滑鼠的Mouse Wheel, 可以调整个Zoom Level。 另外,我们可以选择测试图面。 另外,我们可以选择测试图面, 和拉动它, 去调整好Edit 的位置。 好了,当我们开了新乐谱之后, 我们就可以尝试输入Corel 的第一句。 那我就将Corel 的部分放在下面参考。 首先, 我先选择Title。 double clickTitle, 然后用Keyboard 输入正确的歌名。 输入好之后, 就不用按Return。 就用滑鼠的, 按空白的位置, 就肯定了名字。 然后, 按着Corel 的四步, 逐步输入。 可以用不同的Voices。 中共有四个Voices。 首先, 我们要先确保Keyboard是开了。 如果未开, 就可以去Vue Tab 最右边的Vue Tab 选择Keyboard的选项, 便会出现一个萤幕。 然后, 我们输入主旋律, 就用Voice 1。 只需要在Keyboard上选择适当的长度, 例如8分音符。 用Mouse 按在相应的位置上。 按照普的位置, 就可以了。 然后, 8分音符。 就是在Keyboard的 右下角这个位置。 选择后, 就按适当的音符。 然后, 转到4分音符。 好, 完成了之后, 我们可以听听效果如何。 可以在Vue Tab 选择Transport。 然后, 最开始, 再重复。 再重复。 按停止。 好, 接着, 我们可以输入女低音符。 这是第二个声音符。 你会选Voice 2。 Voice 2是绿色的。 亦可以选择适当的时值。 第一个音符有一个Sharp。 我们要选择Sharp。 GSharp。 没有音符就不需要。 第二个音符就会取消。 第三个音符也是GSharp。 我们要选择GSharp。 8分音符。 转到4分音符。 然后, 记得, 如果音符有Sharp。 要选择之后, 选择有Sharp。 它才会加到Sharp音符。 或者其他, Flat、 还原的符都一样。 好了, 我们可以听听效果。 选择第二个音符, 按P。 B 键。 按Spacebar, 便可以停止。 这个方法, 亦可以选择不同的位置。 去到开始Playback。 不需要用Transport的选行。 好了, 然后, 我们回到Tenor Voice。 选择Voice1便可以。 选择对的时值和对的音符。 先吰。 现在的量行浓球浓球区的舞航向下转弦。 而是内部aasebed整合, 转 massacre。 然后, Bass 用 2nd Voice 选择适当的视值 选择适当的音符,就可以输入到 G-O-Sharp 先选择Sharp,再选择 输入后,我们发觉两行谱的音符有点搭 我们可以统统音符的高度 按下BIM 然后拉高拉低 我们也可以拉阔两个Sharp 之间的距离,听听效果 最后一样东西,就是我们要加一个Vermata 最后的居尾 先选择Soprano 的音符,然后在Keypad 去第四页 选择左下角的Vermata Bass 这个音符也是一样的 选择了音符,选择了,然后再按Vermata 让我们听听,加了一倍是怎样的 效果不错 到这里,我们就完成了第一集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套影片,欢迎你赞好,留言和分享出去 也可以考虑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也希望可以在往后日子 制作更多有关电脑音乐的影片给大家欣赏 多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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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